好 弟兄姐妹我们打开圣经 我们翻到加拉太书第五章 胜利有望 还有两章就讲完了 我们一起来念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加拉太书五章一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来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被奴仆的恶挟制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礼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再指责凡受割礼的人 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行权律法的在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 原来在基督耶稣里 受割礼不受割礼 全无功效 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 才有功效 你们向来跑得好 有谁拦阻你们 叫你们不顺从真理呢 这样的劝导 不是出于那招你们的 一点面叫 能使全团都发起来 我在主里很信你们 必不怀这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若仍旧传歌里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就没有了 那搅扰你们的人 把自己割绝了 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基督里得自由 这段时间 在网络上你们都看到 有一个事件是很火的 就是杨将先生过世了 我是在大学里 只看过他一本书 就是洗澡 看完之后我也去洗澡 然后呢 他先生也写过一本书 很有名 大家都知道 就是维城 我也只看过 钱先生的一本书 就是维城 那钱先生很有意思 到我一辈子信钱了 我还要钱吗 这句话是他的名言了 那这对夫妇 是在中国文化界的名人 有人也给他们 很大的赞誉 但是他们过世之后 你却发现很有意思的事情 就是中国的网民 我们中国的人民 往往连死人都不放过 你发现没有 我看到网上的很多 对他们的那种 各种各样的评论 正面的也好 特别是负面的 我就很感慨 我说人啊 中国人啊 我们的人民啊 我们的人啊 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得到真正的自由 若你连一个已经过世的人 都不肯放过 你们还肯放过谁啊 若连一个已经过世了的人 他都在灵魂当中 不能够得到自由 还要被捆绑 还要被这 舆论捆绑 还要被人的咒骂捆绑 我们的人 如何能够得自由 但是圣经说 基督使你们的自由 真理使你们得自由 圣灵使你们得自由 也因为这个原因 我们今天一同来看 如何保罗描写 在基督里得自由 当加拉太书经到第五章的时候 保罗跟割离党的对抗 已经白热化 他甚至用了一些粗话 他甚至用了一些很激烈的话语 他甚至站出来 直接挑战那些要 加拉太的基督徒 去受割离 守律法的人 直接跟他们去挑战 他在这里提出来 一个很重要的思想 就是基督已经释放了我们 基督已经使我们得以自由了 我们还为什么不能够站立得稳呢 所以今天我们的主题就是 为什么我们在基督里是得自由的 为什么能够在基督里 使我们整个的生命都得到释放 在这里我讲三个方面 第一个 基督徒是自由人 保罗在第五章第一节说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得以自由 这个词在原文当中是放在第一位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读希腊文圣经 他一出来的时候 就说自由啊 他没有说基督释放了我们 乃是说自由啊 你们在基督里 自由啊 你们已经得着了 而且接下来他再次说 是因着基督释放了我们 在词根上释放 作为动词 这个自由 作为阴性的名词 他的词根是同样一个 他在这里 把自由释放 跟奴仆 捆绑是对立起来在讲的 在基督里 为什么是得自由 是因为基督释放了我们 在基督里 我们得自由 是因为基督主动 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主动进入到我们的灵性当中 主动圣灵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一个工作 使我们得着释放 使我们得着自由 有没有记得 有一个大学的教训 就是儿时真理 真理事儿 这个词就是从圣经来的 因为早些古板的圣经 文言文的圣经 真理使你们得自由 真理释放了你们 在耶稣基督 在约翰福音 八章三十二节里面 耶稣跟门徒们在对话的时候 耶稣讲过这一段 他说你们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们得以自由 所以古板的文言文圣经 就是儿时 儿就是你们 你们儿 你知道我讲什么吗 儿不是儿子的儿 就是你的意思 古言文儿就是你们 儿时真理 就是你们认识真理 真理是儿 真理释放了你们 在这里面 上帝 透过耶稣基督的话语 告诉我们 我们能够得着释放 是因为耶稣基督的真理 是耶稣基督实际上的道理 是耶稣自己的生命 是耶稣自己就是 生理的本源 真理的本源的时候 当我们认识耶稣基督 当我们认识真理 当我们认识神的儿子 你们就能够得自由了 所以在这里面 保罗继续讲的时候 他一开始就提出真理 为什么 因为一开始就提出自由 因为什么 因为你们已经认识真理了 你们曾经已经认识真理 加拿大人 你们应该是什么 被真理所释放的 而且这个真理 就是耶稣基督 在圣经里面 在旧约里面 我们谈到的真理 通常是指神的话语 到新约的时候 从神的话语 就转到了什么 耶稣基督自己的身上 因为什么 耶稣就是那个道 耶稣说 我就是生命的粮 对不对 吃了我的永远不饿 喝了我的永远不渴 所以当耶稣他自己 启示他就是 上帝的道的时候 那个神的话语 作为写下的的话语 跟作为神的话语 活着的神自己的话语 这两者就结合起来了 所以当他说 你们认识真理 就表示你们认识我 你们就会得自由 真理使你们得自由 耶稣的意思就是 我使你们得自由 保罗在这里接下来说 所以你们要站立的稳 所以要站立的稳 这个词保罗书信多次用 最少用过四次 最记得 我最记得生的时候 我在学菲利比书 第四章 菲利比书第四章 你们什么 你们要靠主 站立的稳 保罗对菲利比的教会说 你们要靠主 站立的稳 保罗在这里也是说 所以要站立的稳 这个词 在希腊文原文当中 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是什么 你们打仗的时候 你们已经打赢了 你们跟敌人 打仗的时候 你们现在是站在 一个得胜的位置 在跟敌人夸胜 但是你们要小心 为什么 因为撒旦 因为你们的敌人 魔鬼 他随时要反攻 他反攻过来的时候 他在这个阵地上 魔鬼要夺回去 所以保罗劝基督徒 保罗劝 菲利比的教会 在这里保罗劝 加拿大的教会说 你们要靠主 站立的稳 也就是说 当敌人反攻上来的时候 你们要站立的稳 你们站立的稳 是因为 那个得胜的基础 已经有了 你们已经接受 耶稣基督了 但是你们要靠主 站立的稳 但是很多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站立的稳 我看到一些情况的时候 我刚刚看到 那个刘宁 我很高兴 因为我从小认识他 他这么小的时候 我跟他认识到 现在差不多 二十多年了 感谢上帝 一直在他身上的工作 他没有离开神 但我也看过很多 我们曾经接受 耶稣基督 我在瑞典 替他们洗礼 他也信誓旦旦地 在我面前立誓 说爱他的女朋友 后来也娶了他女朋友 结果后来 离开他的女朋友 离开他的妻子 因为一个 另外的人的缘故 很多时候 我们已经得胜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 还是很弱小 因为什么 你这个胜利的基础 不是你自己打下来的 是耶稣基督替你打下的 所以当你站在 这个基础上的时候 你要特别小心了 因为历史证明 你一直做错事情 现在你站在一个 得胜的基础上的时候 你特别要恐惧战惊 所以保罗说 要恐惧战惊 做成了得救的功夫 因为这个战争是每天的 魔鬼随时来供你们 保罗在这里面 就跟加拿大的教会说 你们不要被 儒仆的恶挟制 什么叫儒仆的恶 恶这个词 不管是在旧约圣经 还是在新约 每一次指的是动物 这个牛 牛拉车 有一个什么 恶的 而这个恶 加在他们身上 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 很多时候 基督徒 并没有活出自由的生命 却被什么 这种恶 在这里面 保罗用的是叫奴仆的恶 这个词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指的律法 因为什么 你们应当得自由 但是劝你们 为什么今天 又被奴仆的恶 要挟制呢 我们信了耶稣之后 我们当时很快乐的 你知道 刚刚我在唱这个 唱这个诗歌的时候 我就发现 奇恩典应该蛮喜乐 我们怎么唱得 有点沉重 是不是 我们挑的很多诗歌 应该是很喜乐的 但是 我也不觉得 诗班有点沉重 我们的弟兄姐妹 也有点沉重 很多时候 我在想的时候 如果我们的生命中 一直有沉重的时候 就有问题了 我记得早年 我在瑞典 开始个学生教会的时候 当时很困难 带了一些学生信族 有一个弟兄 很有意思 他们不叫我牧师 他们叫我李大哥 因为我比他们年纪大一点 我差不多比他们大 十岁左右 当时这些学生 都是到瑞典读 那个国际硕士 那个program 两年 那我们做福音的工作 很辛苦 因为他们两年就会走 所以他们到了那天 到他们走之间 我要尽我们的力量 能够把福音传给他们 做很多苦工 其中有一个弟兄 他信的组织非常好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大哥 他说我怎么觉得 你生命中 还是少了一点喜乐 我回到BSF来 我回到北京来 我看我们太多的基督徒 我们不是少了一点喜乐 我们是少了很多喜乐 你们早晨在那里祷告 应该最开心的时候 我看你们是愁眉苦脸的 但是如果我们 没有那个为奴的恶 没有被那个恶 所沉重的压着 我们为什么没有喜乐 耶稣说什么 我的恶是什么 清神的 耶稣也给我们恶 耶稣也要绑住我们 但是耶稣不是用律法绑住我们 祂是用恩典绑住我们 祂是用爱绑住我们 祂是恩典的律法 祂是爱的律法 祂的律法就是爱 对不对 但是当我们背着信主之后 我们没有喜乐 我们到底有什么问题呢 反劳苦但重担的人 到我这里来 就什么 就可以得安息 对不对 我的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当负我的恶 学我的样式 对不对 所以你们这样 才能够内心想到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但是清神的 这耶稣亲此告诉我们 但是为什么我们没有 如果我们的生命中 老是苦巴巴的时候 我们就有问题了 我们必须要思想 我们的信仰是不是有点问题 如果我们的生命当中 老是觉得有重担 你好像抬不起来的时候 你也要小心 可能有点问题 虽然 虽然世上有苦难 但是耶稣说什么 我里有平安 如果你觉得生活的担子很重 但是你发现你每一次挑的时候 又能够挑起来 感谢上 你对了 虽然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有很多很多的苦况 有很多很多的麻烦 你每天应付不暇的时候 但是当你真的勇敢面对的时候 你发现 你能够胜过 你就对了 你发现你有勇气面对的时候 你就对了 耶稣是什么 耶稣告诉我们 基督徒是个自由的人 是个得自由的人 因为他已经释放了我们 在这里 基督释放了我们的意思是什么 他有两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说 我们原来为奴的境地 我们原来在做奴隶 我们原来被压得很辛苦 但是基督释放了我们 第二个层面就告诉我们 他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工作 他已经替我们成就的事工 他就像我们刚刚说 你已成就了什么 大事工 我们唱的 对不对 不是我成就的大事工 不是你成就了 是他已替我们成就的大事工 如果你把很多事情 看成是自己的事情 你会发现这些东西越压你越重 然后叫我们得以自由 这个自由最直接的意义是什么 就是不再受律法的挟制 自由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 更深一步的含义就是 不再受罪的挟制 表面来看 我们是被律法挟制了 实际上是被罪挟制了 我有个邻居 这个我真的很有意思 有一次我就很不高兴 通常我对邻居还是比较有礼貌的 人家知道我做牧师 如果你对人家没有礼貌 人家要爱一下 这个教会怎么请这种人 就麻烦了 也要稍微假冒伪善一下 但有一次实在忍不住了 这个实在忍不住 就猙獰的面目出来 习主席刚刚下达 史上最严重的禁烟令 有没有听过 北京不许在房间里抽烟 你在自己房间里没人讲你 但公共的屋檐下不许 对不对 这哥们他不敢在自己房间里抽烟 他跑到楼道里抽烟 我实在是忍无可忍了 我就说你可不可以看见 禁止抽烟 他说这里也禁止了吗 我说你是文盲吗 禁止抽烟是什么 是律法 律法是要捆住我们 不让我们做不该做的事情 禁止抽烟就不许抽烟 禁止随地吐痰 就不许随地吐痰嘛 但是你还是看到 到处我们从小 我们从小被教育 我从他留宁的女儿那么小 到现在被教育 不许随地吐痰 但是我看着我们还是随地吐痰嘛 不许我们就要 这就是律法跟罪的关系 律法告诉我们有罪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成为律法的奴隶 甚至明文连习主席规定 都不用 都没有 后来我很有意思 我就看了一个过去一个牧师 一个老牧师 一个很有名的老牧师 写了一个讲章 他其中举个例子 他说律法跟自由的关系 就好比说 你去到一个 你原来是随地吐痰的 他就用这个比喻 到处随地吐痰 走到一个很漂亮的房间里面 红地吐痰铺的 你就自然什么 不敢随地吐痰了 我说 中国除外 中国不适用 普世价值对中国不适用的 你知道吗 因为在中国 你进到一个很豪华的地方 不许随地吐痰 你不用写 对 他是不吐 但是趁你不看见 他照样吐啊 不可以随便挖鼻孔 他照样挖 对不对 挖了之后还痰出来 你们在笑什么 你们在笑我们 我们在笑我们自己嘛 我们的人性就是这样嘛 我告诉你 中国后来没办法 只有什么 只有毛主席 连西大大都没办法 毛主席 通通去抓起来 但毛主席是可以随地吐痰 对不对 我们的文化嘛 求神帮助我们 保罗说我们已经得了释放 但是什么 我们为什么还是不得自由 自由这个词很有意思 自由这个词是 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用这个词的 那西方的我们要考证 Liberty这个词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Freedom这个词到底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知道英文的语境 但中文自由这个词 第一次用 是什么时候 差不多一千多年前 随阳帝的爸爸 随文帝啊 随文帝呢 偷心 想包二奶 又不敢 因为他的老婆很厉害 独孤皇后很厉害 这个怕老婆 他拒内气管炎 所以他不敢 有一次 他皇后不在的时候 他就去包二奶 包了二奶 结果这个皇后很厉害 回来之后啊 就把小三痛打一顿 然后还打死了 然后这个水阳帝就很火 他就离开 皇帝都不想做了 说五贵为天子啊 竟不得自由啊 第一次讲 你看到没有 自由 应该是人性里面 最最什么 可以绽放的那部分 但是当最侵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 我们就不得自由 我们今天讲的自由是什么 自由 是一个我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吗 不是的 在基督里 我们是自由人 基督释放了我们 基督使我们得自由 他的意思乃是 在基督里 我们是自由的 而且是在恩典里 我们是自由的 在爱中 我们是自由的 在福音中 是什么 我们是自由的 而这个自由 不是你想做什么 就说什么 乃是说什么 我是在一个自律的当中 因为爱的律法 因为上帝恩典的缘故 我得以自由 保罗说 你们已经得了自由 你们已经什么 是被上帝所拣选的 但是 如果你们又垂到了 从前为奴的境地的话 那么你们就是站立不稳啊 所以你们要站立得稳 不要让这些律法 不要让这些邪恶的东西来影响你 你要靠主站立得稳 不是靠自己 乃是靠着主的恩典 能够站立得稳 很多时候 我们的生命啊 我们基督徒的生命 老是出于恐惧当中啊 有没有 没有啊 哎呀 你们比我好耶 我有的时候觉得 我们真是在恐惧战惊当中啊 很多时候 我们处在一个重担的复合当中 我看到有些弟兄姐妹的时候 我就在想 哎呀 真是不容易啊 很多时候 我们被压制到一个程度 我们已经背负的律法 我们不能够面对 我也借这个机会公开回应 公开回应 我们有一位姊妹写信给我 还不是你 你等会我再回答你啊 你不要紧张 有重担 你也有重担 那位姊妹就说 他说牧师啊 我们在教会的 有些姊妹群里面 我们很多时候说 我们可不可以去团购 那我后来做了一些了解 我们教会的原则 我再重申我们的原则 第一 教会不允许从事 在教会的团体 小组 团器 各种组织的活动当中 不允许 做任何的商业的行为 这是肯定明确 第二 我们也不鼓励 甚至一定程度上反对 弟兄姐妹随意借贷 随意借贷 如果出现问题 自己负责 自己负责 第三 如果 你们说 我们在一起 有一个吃饭的地方 它蛮便宜的 我们几个人一起去吃 就可以得到更好的折扣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 我觉得如果你连这个 都不许的话 都是你的生命当中 就有太多的重担了 你如果连出门 你都 要 计算的话 每一步怎么走的话 你的生命当中 就有太多 太多的重担了 感谢上帝 他在阿门我 所以呢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知道吧 我们过去的传统 使我们得到太多的压制 我们人性当中 最基本的一些自由 我们都被压制住了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如果长期 处于一种恐惧当中 你会想到的就是 上帝会不会惩罚我 你想到更多的不是 我如何 我的生命得出一个自由的绽放 乃是说 我怎么样 不要做错 我不要做错 如果这样的话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不可能有能力 我们不可能 有着一种 基督给我们 一种生活的力量 如果你长期 在生命当中 说这个不可以 那个不可以的话 我告诉你 人性 已经会 非常的扭曲 非常的扭曲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看清 什么是 真正的自由 而什么是 被捆绑的生命 第二个 保罗在接下来的 第二节到第六节 保罗说 我保罗告诉你们 若受割离 基督就与你们无异了 我在指着 凡受割离的人 确实地说 他是欠着 行权律法的债 在这里 保罗其实提醒我们 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基督徒 不单是自由的人 你还是个欠债的人 但是 你在这里所欠的债 不是 加拉太人 不是那些犹太人 所教导加拉太的基督徒 说你们是欠了 行割离的债 你们是欠了 行律法的债 保罗在这里说 如果你认为 你是欠了 行割离的债的话 那么好 你必须扫住 全部的什么 割离 律法 律法当中 摩西所公布的 617条不算 还要加上历史历代 犹太的法利赛人 拉比 文士 所加在他们的 他目的 在Mission当中 的每一个细节 你就几万条 几十万条 一直加上去的话 我告诉你 你的生命会是怎么样 保罗说 我们不是像 犹太人那样 犹太人欠的是 行律法的债 但是基督徒 我们欠的是什么 是福音的债 保罗说什么 犹太人 还是西里人 是话外人 我都欠什么 都欠他们的债 保罗在这里 告诉我们的是 我们是欠了 福音的债 我们不是欠了人的债 这个词 在圣经当中 耶稣也多次提过 耶稣说什么 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救我们 耶稣在主导文说什么 主导文说 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免了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什么 人的债 而且欠这个词 欠债这个词 在新约当中 第一次出现 是耶稣用了一个比喻 耶稣在马太福音 说到天国的比喻的时候 他有特别的提到 他说到 天国好像什么 一个王 要和他的仆人算账 才算的时候 有人带了一个欠 一千万两银子的来 你看到这里面 这个欠债的观念 在以色列人 思想当中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因为以色列人 他们守律法 他们跟随律法 保罗在这里说 你守律法没问题 你记住 你每一条都要守 你如果只守一条 你只守两条 但是你犯下了 所有其他的 又有什么意思呢 然后后比说 你守了 九万九千 九百九十九条 但是你还是犯了一条 又有什么意思呢 你还是欠了债 你还是欠了 行全部律法的债 但是保罗在这里提醒加拿大人 你们不是 你们不是欠了行律法的债 你们欠的是福音的债 中国教会现在开始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一个宣教运动 我想有些弟兄姐妹 可能已经听过 叫中国宣教 宣教中国2030 2030 那么这个观念是什么呢 就是说中国教会的领袖们 他们希望在2030年 到现在大概还有14年 15年 可以向全球拆败 两万个宣教士 两万个宣教士 这个观念哪里来的 后来我就问到 提出这个观念的 那位传道人就跟他聊 我前两天 上个礼拜就在跟他聊这个事情 他说 因为在1949年 到1949年的时候 大概西方宣教士 总共拆败到中国来的 有两万名 所以他说 我们要还这些西方宣教士的债 所以我们也要差两万名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这个观念不对 第一 我们不是欠了西方宣教士的债 这个观念不对 因为西方宣教士 他们来传福音 他们也是什么 欠了福音的债 他们在还 他们曾经得到福音的 免费得到福音的好处 他们在去传教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去传福音 我们去传宣教 我们什么 不是欠了这些宣教士的债 不是 是欠了福音的债 所以我们要还这个债 我们要去传福音 我们要去宣教 实际上是欠了耶稣基督的债 是欠了耶稣基督 在十字架上 为我们死 使我们白白得了福音好处的债 这才是最关键的一个信息 今天很多时候我们 不小心 我们甚至会把传福音 都当作是一种律法压在我的身上 我认识刘宁的时候就是 刘宁当时在Yuva School 我在Helsinki 我当时很火热 我去传福音 传福音每天敲人门 就像耶和华见证人一样 就像摩门教一样 后来我突然发现 怎么异端都跟我一样 有问题了 这也小心一点 实际上是什么 实际上就当你把信仰极端化 当你把信仰一端 就是偏激化的时候 你的信仰就有可能变成一端 好像你信的是很纯正的 当你一极端化 你什么 特别强调这个信仰当中 某一点 并把它律法化的时候 你就会有问题了 因为曾经有个牧师就跟我说 你去传福音 你每天必须要敲多少家人的门 我小时候年 年纪很小啊 二十多岁啊 很单纯啊 就听啊 就去做啊 然后呢 我就想想不对啊 后来发现不对了 因为什么 我把这个每天去敲多少家人的门 看成上帝对我生命祝福的一个方法的时候 我就把传福音也当成一种律法了 有些人很极端地说 你要认所有的罪 有没有听过 我很挑战这些人啊 告诉你很大的很大的 某些大的leader都这么讲 你要把你一生所犯的每一个罪 都要在神面前认清楚 对不对 然后你才得够的释放 然后你说宣告的祷告 是不是 很小心啊 我问你 那我问你 你一生吐过多少次痰 我到现在 我每天最少吐十口痰 对不对 那我学一生活两万天 我要二十万口痰 我要每天说神啊 赦免我 第一次第二次第二次 要二十万次 对不对 你说不用不用不用 好了 你只要认罪一次 所有的痰 神啊 求你赦免我 随地吐痰的罪 所有的随地吐痰的罪 都认掉 你再认其他的 我告诉你 有很多你做过的事情 你自己都想不起来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告诉你 你如果认为 是你认罪 神在赦免你 没有错 但是你不要忘记的是 他再根本性的 是你来到神的面前 有一个什么 悔改的心 比你做什么更重要 听明白吗 我们今天的信仰 非常容易 不小心就着到 律法的恶当中啊 被这些东西捆绑 所以 你每一件你要 你得罪人 得罪神的事情 都要把它找出来 我感谢上帝 最好能够找出来 但是很多时候 你找不出来 怎么办呢 你找不出来 我告诉你 你一生所犯的罪 我一生所犯的罪 我加起来 我吓死我都不知道 我每天都在 不小心当中 友谊当中 得罪神 得罪人的 我每天都在 我怎么站立啊 我岂不在恐惧当中 结束我这一生吗 我哪里有喜乐的生命啊 我哪里内心有平安啊 我哪里有的释放啊 我哪里有了自由啊 难道中国基督徒 被这些东西捆绑的日子 还短吗 还少吗 还不够吗 还要更多吗 那个 我还是要把那件事情 拿出来 我想了 我虽然已经提过 多少提过 但是我提到还不够精确 所以我昨天 我特别打电话 给我们这位弟兄 跟他再go through一遍 就是所谓的 家族性的助走 有没有听过 就说你们家族里面 多少代有谁 是犯了什么的错 犯了什么什么的罪 得罪了神什么的罪 到现在 你要为这些都要认罪 为你祖上八代 祖上十八代 你们祖先的祖先 不认识的祖先 他曾经做过什么 你都要把他认 还有宣告性祷告 求生赦免 我告诉你 这种教导 毫无圣经依据 我很勇敢讲这句话 你不信你来找我 我跟你犯圣经 你说创世纪 出埃及纪 出埃及纪有提到说 你如果得罪神 对不对 你要 自你的复根 直到第三第四代 神动咒诅 对没有错 但是你不要忘记 抓住旧约的 某一个片面性的教导 把它做成定义 是非常危险的 做成教义 是非常危险的 是违背 世经学 最基本的原则的 信约哪有这样教导了 基督已经释放了我 还不够吗 我还要为我的 真祖父的真祖父 还是什么 这个 他们曾经犯的什么罪去 去那个 哪有圣经有这样的教导 所以我告诉你 基督教到今天 特别到了中国 韩国之后 为什么 大家再思想 大家再仔细思想 为什么韩国的异端特别多 那这就跟你这个东西又有关了 为什么到中国 现在也异端特别多 是因为我们把 我们的民间宗教当中 一些迷信的思想 跟基督教结合起来 还有台湾 对不起我这么讲 特别迷信 在教会里面特别的迷信 这是我们这代人 必须要站出来 征战的地方 否则我们的基督教信仰 就民间宗教化了 你已经什么 走到一向 追求巫术的信仰的道路 你自己还不知道 这时候我要站出来征战 你在背后打势头 我也不怕 因为今天敢这么讲的人太少 你懂我意思吗 我怕 我太太最不喜欢我讲这些话 你不要这样去讲 你得罪人你知道吗 没办法 没办法 因为敢这样讲的人太少 你看今天的基督教会怎么样 今后会发展 我是讲过吗 我们一个弟兄 他在没有信耶稣之间 有灵异经验的 对不对 他是做医生的 他一摸脉就可以看到 人家祖先发生的事情 对不对 我曾经讲过这个事情 对不对 我就告诉你 这个弟兄不错 他后来发生过一件事情 他为了这个事情 专门追我两次 问到底怎么回事 因为他的确 那个病人来找他说 他父亲老是头痛 老是头痛 怎么样看 寻遍民意看不好 寻遍民意看不好 我们这个弟兄 他过去是拜拜经验 有过很多灵异 能够看到超自然现象的 他一摸脉就说 你们家是不是有祖坟 他说是 是不是祖坟是在一个小的山丘上 大概四五层楼 是 是不是在祖坟的旁边 有一棵树特别大 是 是不是左边是什么二什么零 右边是什么什么杂树林 是 都是 是不是有一条小道 很弯弯曲曲的 是人走出来的 就到了你们家的祖坟 是 他说可能那个大树 那个树根 穿过了你们家祖坟 在你的老祖宗的脑子里面穿过 所以你爸爸头痛 我告诉你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还不可怕 如果可怕的是什么 就他讲的都对 这才是可怕 为什么你知道吗 你不要忘记 在这个世界上 的确有超自然的东西 而且魔鬼就是 使用这些东西 来什么 使你们的信仰偏离 我们的弟兄很好 他来追我 他说牧师 我到底怎么解释 我已经信耶稣了 怎么还会有的 我说你不要忘记 魔鬼还要写 邪令还是要搅扰你 你就会变成什么 你慢慢就会变成 替人去算命了 你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不可以 你能够预知未来吗 我告诉你 圣经讲得很清楚 隐秘的事 是属于耶和华 只有显明的事 才是属于神的子民的 你懂我意思吗 生命记讲得很清楚啊 我说你不要去装神弄鬼 预测未来 这不是基督徒该做的事情 所以什么祖宗的奏性 我就不信这个东西 我就抓住圣经 神的话语 我相信圣经的话 我相信神的话 我相信圣灵的工作 我相信圣灵使我们得自由 不是让我们裹捆绑 否则的话 否则的话 这样的教导 又使人活在恐惧震惊当中 又使人每天活在 没有平安喜乐当中 又使人活在 魔鬼的咒诅当中 这真的就是成了咒诅 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我们不容易啊 我们今天的信仰 走到今天是不容易的 我们能够这样的 按照系统的去教导 去跟随神 无论什么样的事情 我都跟随神 认定耶稣基督 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啊 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什么 说第三点 你们基督徒是个奔跑者 你们向来跑得好啊 他说啊 向来跑得好 他用的是什么 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动作 乃是说你们从信耶稣 到今天一直跑得很好的 是谁来什么 阻拦你们啦 是谁来搅扰你们啦 你们要不顺从真理呢 你们如果这样的 这样的劝导 不是出于招你们的 一点面叫 能够使全弹发起来啊 我们在主里面 相信你们 必不怀别样的心 但搅扰你们的 无论是谁 必担当他的罪名 弟兄们 我若仍旧传歌里 为什么还受逼迫呢 若是这样 那十字架讨厌的地方 就没有了 亲爱的弟兄们 保罗讲得很清楚 我们原来是奔跑 我们是朝着真理奔跑的 我们是朝着十字架奔跑的 我们是朝着基督耶稣奔跑的 其实就是一样 就是什么 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的 这条道路 是我们应当奔跑的方向 对不对 我们跑得好好的 是谁来搅扰你们的呢 有很多人来搅扰你们的 那个 那天我讲完道 有一位姊妹就来找我 很好的一个姊妹 很有负担 她说 她崇拜完出去 就碰到有一端的人 好像是小姑娘 也是小姑娘来找她 跟她谈 很多很多习级古怪的东西 她心里面知道 对方是错的 她心里面知道 这是一端邪教的思想 她就产生负担 她要去跟他们争辩 她产生负担 要去改变他们 结果她发现改变不了 所以她回来找我 说牧师 你跟我一起去 我说 你被她搅扰还不够 还要拉我去被她搅扰吗 你被她搞得稀里哗啦 还不知道 还要我跟你一起 被她搅扰吗 后来 后来 她问我怎么办 我说 这种事情你没得救的 你自己好好为她祷告 这位姊妹非常好 内心有负担 对这些 被一端邪教 所引诱去的人 内心有负担 她告诉我 她看了他们的DVD 吓死人 什么DVD呢 就这个教室 在韩国的一个异端 打着基督教牌子 说基督再来就是女人 是个老太太 然后全世界 有多少万家教会 然后全世界的人 都会跑到韩国 去拜这个老太太 你想她多可怕 然后呢 我告诉你 这个事情还没完呢 那天晚上 我跟你写完Email 我说我礼拜天 要回应你 然后我当 我很少做梦的 我那天晚上就做了梦 连续做两个梦 都跟这个事情有关 第一个梦就是 我相信神有特别地警告我 也警告我们会众 第一个梦就是什么 我发现 我到了韩国 我发现 我就到了你所说的 那个大楼里面 豪华的不得了 然后我一进去的时候 我突然发现 我被人家 in trouble 懂我意思吗 我进去的时候 我就知道 我出不来了 我知道完了 我说我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出来的时候 我就说 耶稣你要在心里面祷告 因为我看到 我要走的时候 他们旁边的人 就拉住我不让我走了 那个地方是极其豪华 奢华 但是里面有一种 非常地狱的阴森 这是我在梦里面感受到的 我出不来了 这是第一个 然后我就说 耶稣救我就出来了 然后我就说 我说不怕 我有那么多同工团队 我带着我的弟兄 我就带上御军 进 泽奇 哈尔伯 马克斯 一大队 皮特 我的团队 杰森还有队 把他从尤其他人 扭回来 跟我一起去 我说 然后我们一个团队进去 告诉你 也回不来了 也回不来了 然后我就第二次惊醒 这个梦里面第二次惊醒 这就是我对你的回应 你不要以为你能够拯救他们 拯救他们的灵魂 是上帝的工作 我们要非常恐惧战兢 当我们在奔跑的时候 我们非常小心 因为随时有各样的东西来搅扰你 把你从那个纯正的福音当中拉走 所以西伯来书的作者说什么 你们既有这样多的见证人 如同踩云围绕我们 当放下各样的重担 脱去荣誉缠绕我们的罪 存心忍耐 奔跑那个在我们前头的路程 仰望那个为我们信仰 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 就轻看羞辱 忍受十字架的苦难 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是个 在十字架真理道路上奔跑者的原因 保罗已经很清楚地看到 保罗说我是什么 我是什么 朝着标杆直跑啊 我是要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啊 朝着标杆直跑啊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拦我 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搅扰我 我要忠心地跟着耶稣基督 保罗很不容易 保罗为了真理的福音 他甚至什么 甚至连粗话都讲了 有没有讲粗话 你们说没有讲话 我拿出来给你们看好不好 要不要 你看最后一节十二节 保罗说什么 保罗说 恨不得 那搅扰你们的人 把自己隔绝了 这个词用今天的北京话 翻译一下好不好 就TMD的 你们这帮坏蛋 我把你们给阉割掉啊 或者你们自己 把你们自己阉割掉吧 这是很重的话 你哪有这个 你懂我意思吗 这个太厉害了 这个保罗对不对 但是保罗也没办法 保罗在这种情况下 也没办法 今天也好 那个时候也好 有多少事情 有多少的试探 有多少的引诱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有多少的人 跟多少的试 要我们把我们 从跟随耶稣 这条路当中 拉走开 所以保罗没有办法地说 你们如果不跟随主 好好地跑这条路的话 我请要你们 你们就把自己阉割掉吧 这个词用的保罗 隔绝这个词就是阉割啊 阉割指的是 在加拉太那个地方 那些加拉太当地的邪教 有一种叫大母教的 那些所有大母教的 那个所谓的祭司们 他们在成为祭司之前 他们就像李莲银一样 先要把自己割掉 然后才可以成为祭司 因为他们觉得这样 他们才是圣洁的 可以服侍他们的邪神 所以保罗就指 如果你们转从信仰 那些割利党的人 那些割利党的人 你们就有祸了 因为你们现在这么做 无疑是说好像把自己给阉割了 阉割的人 是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 就指着 保罗是指着那些守律法的人 如果根据摩西的律法 你们既然守律法 对不对 我告诉你们 你们根据摩西的律法 阉割的人 是不可进入耶和华的会的 也就是说 你跟神是什么 是被隔绝的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信了主开始 我们就在灵性的道路上奔跑 我感谢上帝 我看到很多新信主的 我礼拜五晚上 本来我现在的问题是 常常我的时间会 overload 就会重复掉 我本来是预计 礼拜五晚上参加 大家的神学讲座 我要去带这个聚会的 结果后来发现 我在之前 已经schedule了一个弟兄会 因为那天 我们要开始一个弟兄会 没办法 因为那些弟兄会当中 有两个是最新信主的 信仰非常好 成为信仰的奔跑者 他们开始有负担 因为他们觉得 他们欠了福音的债 所以那个聚会 他们就带一个 还没有信主的人来 是他其中一个弟兄的 最好的朋友 把他带来 他们希望这个弟兄来 可以信主 然后在座的那几个人 没有一个认识 除了这个发小 自己的朋友 别的人 包括我都不认识 这个朋友 结果在那个晚上 我就看每一个人 都多么地爱这个 还没有接受耶稣的人 我就看到每一个人 我们在内心深处 都成了欠福音债的人 而我们都是希望 我们在一同奔跑 这个属灵的道路当中的时候 有他 所以再回到十字架的道路来 再回到十字架的真理来 保罗说 基督猜浅我 原不是为了施洗 乃是为了传福音 并不是用智慧的言语 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空 因为十字架的道理 在那灭亡的人为淤浊 在那得救的人 乃是上帝的大能 销售 数据 并不是为了施洗